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第四集 Luminar最吸引人的功能之一 就是它的Looks外观和Lots颜色预设 可以快速地给照片套用效果来实现后期的调色 Lots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无论是Lightroom还是视频的后期 Lots作为颜色预设给我们的后期调色 带来了不少的便利 和Lots不同的是 Looks外观是Luminar独有的预设 它不仅仅包含Lots的颜色预设 同时也包括特殊效果的设置 例如细节的增强 AI天空增强和特殊的光效以及柔焦效果 可以说是一整套后期调整的动作预设 所以Luminar里的Looks外观相对Lots来说 更为强大 特别是有几个知名摄影师提供的外观 点几下就可以让自己的照片拥有和他们一样的风格 我上传了一些新的Looks分享给大家 这里边就包括著名摄影师Mike Strife和Scott Kelby的外观 大家可以下载使用 下载好外观文件之后 先解开压缩包 显示为.mp.lum pack的格式 这个文件才是外观的文件 在Mac电脑当中双击外观文件 就会自动安装加载外观了 PC电脑点击顶部菜单当中的文件 选择下拉菜单当中的添加Luminar效果收藏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外观文件包 打开之后呢 就安装完成了 可以一次安装多个外观 打开外观界面呢 在收藏界面就可以看到刚刚装好的外观了 在外观文件夹里先找到自己想要用的对应风格 默认的分类里边有风光 人像和航拍等等 可以把这里当作是分类的文件夹 需要点击进入任何一个分类呢 才是选择外观的界面 每个分类里边包含很多不同的外观样式 当选择了某一种look外观之后呢 可以通过拖动外观上的调整量的大小 来控制效果的叠加程度 想要微调这些设置呢 就可以进入到编辑界面 被这个外观所使用的设置呢 就会亮起来 文字的颜色从灰色变为白色 通常look外观的设置啊 不会对照片的基础曝光做调整 所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基础曝光 来达到最佳的效果 在调整之后 点击外观名称 从菜单当中选择更新当前设置呢 可以替换原有的外观设置 让它更符合自己的需求 遇到自己喜欢的外观呢 还可以通过点击右下角的星星图标 来收藏它 这样啊 以后在文件夹里边 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这些外观了 自己拍摄的照片啊 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规律 无论是曝光还是构图上的习惯 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重复类似的操作 如果创建自己的外观呢 就可以增加批量处理的工作效率了 点击外观右侧的保存新的效果 就可以创建自己的外观了 创建之后呢 在外观收藏当中的用户 Luminar效果中就可以找到了 如果想要删除某个外观 点击外观名称 选择删除 想要删除多个文件呢 可以选择在Finder中显示 或者点击顶部菜单当中的文件 选择显示Luminar效果文件夹 在这里边啊 删除对应的外观文件就可以了 由于Lux外观包含了多项设置 在选择外观的时候呢 会替换掉之前的所有的操作 所以正确的操作方法呢 应该是在打开一张照片之后 先选择外观 之后呢 再对照片进行各项的调整 进入创意界面之后呢 找到颜色样式LUT这个选项 点击下拉菜单 选择加载自定义LUT文件 因为软件自带了不少的LUT 所以自定义的LUT 并不会长期的被显示在软件里边 每次使用的时候呢 都需要再重新加载一遍 使用后呢 可以通过调整量和对比度饱和度 进行微调来适应不同的照片 Luminar可以加载 Dircube格式的LUT 所以呢 任何Dircube格式的文件 都可以被加载使用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Eddie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都不在乱下来 在另一边 就是这点 要不然 能够留下来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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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不然 一边